大家好 欢迎收看古籍熊哥 我是雪民熊 上周四周五美股大涨 美国这两天四和五的话 星期四星期五上涨了444点 这是倒酒 费半是上涨了2.4% 因为美墨的边界那些非白移民的问题 他们初步有达成协议 现在来说的话 像他们达成协议来说 其实这是美国 其实美会受蛮大的影响 这是有一些研究报告 如果去增加课税5%的话 美国恐怕会失去40万的工作机会 5%而已 美国会失去40万的工作机会 如果科增每个月要去增加 之前川普来说得蛮大声的 如果要增加到最高要到25% 那现在又有一点 他们现在有一点释出好消息 那美股就大 就一波反弹了 那这一波来说的话 像美墨边境的一些概念股 其实这个我是没有什么在 没有什么在讲这些个股 因为这些个股来说的话 其实占比一些我们台股的一些公司来说的话 都不是很高 不是很高 不是很高来说的话 讲也没有太大意义 可能是短期间来说的一个效应 所以那我也不是很 不会去特别去讲那些股票 那这一波像我们像废办来说的话 他拉回像他在这边主体来说的话 我有说过 他如果没有 他如果有 如果他们的中美贸易战争 如果没有 如果持续在持续在恶化的话 他整个废办来说的话 他其他的废城半导体来说的话 影响是最大的 所以那这一波来说的话 像我们可以看到说像 那中美贸易战争近期来说 有点和缓 那接下来就是要看 集团体的会议 那边看他们看领袖 那我们习大大还有像川普 他们会不会见面来来谈一些 来谈一些看有没有好消息 不然的话像中美贸易战争 现在还是多少都还是有一些 中方来说他们其实他们对美国那些 只是口头上的一些强硬 其实他们做法来说的话 只有限制只有稀土 稀土的不卖稀土给美国 不买美国的黄豆 这些其实在我看来不是很大的事情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台股今天 今天现在现在是1.05分 现在上涨129点 现在上涨129点 那整个指数是有持续在往上走 现在是已经站上 今天又已经又站上年线 其实年线现在来说的话是 是也不用想太多了 那就是年线来说近期就是这样晃来晃去 那台股来说的话这一波像外资 那法人来说的话还是有 还是有在持续在卖超 那所以整个盘势的话还是比较焦灼 那今天是有一个像美国的一个大涨 那我们吃粽子之前 那我们端午前吃钱 我们端午前吃钱我们就像趋圆 希望我们吃完粽子 希望我们吃完粽子 不要趋圆我们吃粽子 那这一像现在来说的话 还有近期就是有这一个事件 就像大地光 大概6月份会订单会下滑 那这是因为他们是华为的供应链 那公司也是老实数 就是他们CEO老实数 就老实说 那礼拜四那天非常大的个重挫 那几乎整个都破跌 那我们可以来看看大地光 大地光在礼拜四的时候 它是个破跌 跌到3255 今年的高点是在4900 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而已 可以跌了1600多块 这实在非常厉害非常可怕 那像今天来说的话 其实今天整个盘面上来说 今天整个盘面还是一样 还是今天大涨来说的话 像我们的台积电它上涨7块钱 7块钱的话 几乎占我们指数大概是有60点左右 就几乎快一半了 就将近一半左右都是台积电涨了 因为现在来说的话 像台积电半导体 像今天早上又有一个新闻 半导体受害 这些其实都是在底部的时候 在讲半导体在受害 高点的时候为什么都不来讲 都在底部的地方 再来告诉你说半导体受害 大家也知道 你刚刚看这个半导体 台积电被卖成这样 当然也知道半导体受害 那其实有些新闻的话 你就稍微参考一下 看一看就好了 不用太过在意 那当然还是要 当然一定要先事前先要了解 事前先规划未来的行情 才能成为赢家了 你不要现在看到 像现在这则新闻看到 像今天早上看到这则新闻 没有太大意义 没有太大意义 已经都 今天都已经跌下来了 在底部的地方 还在说他受害 当然也知道 那美国也是受害 一样 但是人都一样 那我们来看一下 像中美贸易战争 那这一段时间来说 其实我们台股大阪来说 下跌 其实没有很多 其实我们这波 我们拉回来说的话 大概最多拉回到800多点 800多点 在我们指数来说的话 大概是8%左右 那8% 其实8%而已 但是很多个股都跌幅 都有三成四成 那很多 那你如果不知道说 中美贸易战争 到底在打什么东西 到底哪些公司 哪些地方 是该要避开的 哪些地方是战火的 你如果不知道 那怎么办 像如果是华为供应链 因为华为供应链前一阵子 前一阵子来说的话 那就是炮我的中心 就是美国的 中美贸易战争的炮我中心 那也打痛了中国 那一个国家 可以用国家的力量来 行政命令来禁止 用一家中国大陆的 一家公司的一些产品 那实在是有够厉害的 有够厉害 那这家公司 真的是有够厉害 那我也 我在5月27号 你如果手中你不知道是不是华为供应链 还是有来索取的 那这一波像 像洪杰克啦 还有像3017的齐宏 都一样在5月27号 在5月27号在低档的地方 那有来询问 我告诉他说不要再杀了啦 那也不用再杀了啦 其实他已经跌幅 短短的不到一个月 时间跌了三成 那短线上已经都已经 买点都已经是出现了啦 那其实他的占比也没那么高 占比没那么高 他如果失去的话 他也别的地方一样 他还是可以 也是有一些营收回来 所以不全然说完全的受害 当然啦 那最不过还是自己最直接来 还是受害 那现在 像洪杰克 这我也 这我的测标 那洪杰克啦 那他是华为 他是华为 华为的供应链 但是他也有上三星 当然就有受害 也有受害 也有受力 你也不用全部想 人都是受害 那我们来看一下洪杰克 8086 8086洪杰克 你看这一段他这样上涨 这样一拉起来而已 这样上涨多少 才短短的多少 短短的几个交易日 两个礼拜而已 他这样上涨拉起来 前一波拉回三成 这一波像拉回起来 就又上涨了 大概两 将近 将近25%了 非常快速 那我也稍微快速 再带一下那个美食 和四季缸 那美食呢 那美食他是 1795美食他是做生技股 那这一波美食 美食我是买在92.5左右的 我们来看一下 像1795美食 那我也是告诉你 我也是常在说 那像这种美食来说 他不是天天 他不是天天涨 他一波拉回拉回 拉回在涨 那今天呢 今天现在是在上涨3.2元 102 那我们获利大概有 我们大概获利将近快10块钱左右 将近10块钱 超过10% 这是美食 在5月13号买的 那你不要看节目来说的话 你也不要随便去乱买 你如果想要知道的话 可以像这些股票的话 你要打电话来问一下 这样会比较好 因为这边有电话 8773 8859 这样子问你会比较好 我是到我在生活圈来这边询问 多可以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世纪钢 世纪钢来说的话 可提供 未来5年以上的成长动能 还有什么东西 我们现在有什么东西可以成长未来5年 5年的成长动能 当然很少 不是说没有很少 一些产业 这是哪一个产业 这个什么产业 这是离岸风电 离岸风电的产业 才有现在 因为这是国家政策 那你如果像世纪钢来说的话 因为近期来说的话 世纪钢也是 已经从底部打底拉起来了 也不要随便乱追 你如果想要知道的话 要如何操作的话 我希望我来带你来操作 我来告诉你怎么操作 这样子可能会比较好 不然的话你自己操作的话 万一稍微有一点拉回 因为它不是天天涨 我跟你说股票没有天天涨 它拉回 那法人在最近 当然动作比较频繁了 就是在买超了 那所以说这一波有拉升一波 那一样在端午节 端午节过了 但是我一样 一样这个优惠状态一样继续 那从7月1号起算会起 让你先赚先赢 那我帮你出一半 那你如果有需要的话 赶快打电话来 我还带你来操作 那我们今天到这里为止 我们明天见 本屋公司与所推荐 分切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